深山深色西装出席华商交流会和高官们握手合影 他就是KK园区的背后物主之一 40岁的中国商人舍志江 他是亚太国际控股集团的持有人 也是缅甸边境亚太新城的主要投资者 2008年还曾经和习近平一起在非国前总统杜特地的晚宴上用餐 背景实力相当雄厚 我们将努力把亚太国际智慧产业新城 打造成为缅甸的硅谷 缅甸经济发展的标杆 缅甸和平进步的典范 造福中泰敏三国人民 舍志江出身在中国湖南的务农家庭 他平常做合法生意的时候叫舍伦凯 做违法业务时叫舍志江 他成立游戏公司后靠着有人介绍 带着四万人民并前往菲律宾发展 短短几年获利千亿 成为东南亚商圈的知名人士 目前缅甸亚太水国国经济特区 正式进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的阶段 农园 交通 水电 卫生等基础建设 正在大规模的进行中 舍志江黑白通吃 私底下经营非法的网路赌博产业 靠着大量诈骗和赌博致负 2012年因涉及赌博犯罪 既被中国通缉 更被国际刑警组织寄出红色通缉令 2017年他入籍柬埔寨 前任柬埔寨中国商会会长 根据外国媒体报导 舍志江在10日已被泰国逮捕 最高恐怕被判10年有期徒刑 将会引渡回中国调查 还是新闻业佑娜陈文堂综合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